主位法师 主位同道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节课 进入这个违学之道 我们前面是讲违师之道 上节课进入是谈怎么当学生 首先是我们掌握学习的纲领 具体我们举的例子 是学而偏 我们翻到十二页 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一段教诲 只曰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众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语学文 学习能够掌握纲领 成语讲的纲举目彰 我们所学 就是要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带人接物 就是要用在能够解决问题 老上讲经也说了 学了没有用 学他做什么 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讲学 所谓的心 所谓气礼 气机 这个机就是气众生之机 气他的需要 尤其心态大家时间宝贵 家庭工作责任都很重 学习的时间相对少 学了之后家庭工作 这些问题都没解决 那他要长期学习 就不容易了 好 那我们学了要管用 那我们要检查一下 比方说 我们2023年的事情 有没有解决 这个有点远了 现在又过了一个月了 请问大家昨天的事情有没有解决 我们有没有用经教在思维 经教在说话 在做事 我们今天说话做事 心中都没有经典了 那请问以什么标准在说话 在做事 那很可能还是依自己本人的习惯 那依习惯就有可能是依习性了 所以初学圣教 我们得随顺圣贤 佛菩萨的教诲 不能随顺烦恼吸气 当然我们一讲到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 可能我们心里起一个念头 为什么我要顺 我不能以我自己意思吗 那比方以成德来讲 我很愿意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有顺以前 我前面二十几年搞的挺多问题的 这里一个包 那里一个包 我说这样不行 不能顺自己 那顺经典呢 那老上有告诉我们 佛菩萨不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经典是性德的流露 圣贤佛菩萨是见性的人 他讲出来了 这些教诲都是称我们的本性的 所以我们肯做了 我们就在恢复自己的本性 不是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你看孟子说 人世间有三乐 第一个叫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这个是天伦之乐 我们自己去行孝了 我们会感觉到内心很踏实 以前不懂 都没有很主动的 关心父母 养父母之身 心 智慧 内心不踏实 这个不踏实 有时候还想不明白 为什么 好像夜闪人静 心里空空的 不踏实 所以人顺着良心了 才会踏实 跟孟子说养不愧一天 虎不作一人 我们假如做一些事情 怕人家知道的 这个心就开始作用了 就会感觉 有点躲躲闪闪 有点阴暗处了 那跟光明磊落的感觉 不一样了 哇 那个 这个 司马光先生说的 平身所为之事 无有不可遇人者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 很快 是吧 假如这样活着 多好 小时候都 玩什么躲摸摸 在人家躲着 让人家找不到 所以还是得坦荡 你看司马光先生 他五岁的时候 当然这个故事 也提醒我们父母老师 还抓住机会教育点 很重要 因为这个孩子的心一偏 你没有把他揪回来 他稍微一偏 0.5度 过了五年以后 那可能变15度了 再过五年 那可能变45度了 那已经骗得太厉害了 有一天 他跟他姐姐 要去掉那个胡桃的皮 他姐姐刚好离开了 他在那弄很困难 刚好遇到 一个婢女过来了 那婢女有经验 用热水一烫 这就很容易皮就扒下来 婢女走后 这个姐姐回来了 你看 你怎么会扒 你怎么学会的 我自己想的 五岁 所以你看人都有带过去生的习气来 这个都可以证明 我们都有带过去生的习气 像陈德就特别明显 大年初 回外婆家 人家表哥表弟 表姐表妹 玩得很高兴 我回去做生意的 那他们 五角抽一张 你说谁教我的 我身边没人做生意 怎么我会这么想做 那过去生带来 那看像 家里有几个小孩 有个小孩来临了 前面有几个哥哥姐姐 这个父母 专注力都在这个最小 因为他才几个月 一下时间都到这个孩子身上来 这个哥哥姐姐一看 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过去掐一下他 看本来爸爸妈妈陪我时间那么多 怎么现在都是他 他也理解不了 这嫉妒心就起来了 当然这一点提醒 当父母的人 我们也要体恤到孩子的感受 所以这个迅俗仪归里面提到 为什么父母都比较疼爱最小的那个 他分析的很有道理 因为一般孩子 一两岁的时候人见仁爱 到了四五岁 东摸西摸 一开始东摸西摸 别碰别碰 太讨厌了 所以那个最小的 那个影像就是最可爱 然后他最小了 后面没人 没有人取代了他 当然理智的父母 都要观察到这一点 不要让孩子产生 这个感受 我曾经看 家里四个孩子 那个老三有一天 很生气的 对他妈妈说 我去上厕所 你只给我十分钟 为什么弟弟就给十五分钟 你不要想看这些小事情 小孩子一次两次 他心里会有心结 所以我们每天念无量寿经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 清静 平等 学经 代表修行在练什么 练清静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在哪里练呢 在家庭里面 对小孩 平等心 这一点我是比较幸运的 假如我父母 爷爷来 不平等 特别宠我 那我现在就不能跟你们见面 你看包红包都一样的 没有 怎么讲红包来了 可能是快要过年了 受到一些磁场 很平等 平等是真心 你不平等就是忘心 你用真心 孩子都挣扎善根 你一偏心 孩子的嫉妒心 被我们给掉出来了 不只在家庭 在班级也是一样 所以要解决问题也好 或者要爱护家人 或者爱护学生 功夫要下在哪 下在自己的心上 不是在这个人跟事上 我们往往要处理事的时候 那个专注点都在外面的人事上 孤略了自己的心 我有时候 看 比方说这个人性格是正直的 比方说他看到他的领导 哪里不妥了 他在那 说着说着 我说你看你都动情绪了 你都动情绪了 你能够去 互念好你的领导 你要互念得好自己的心 你才互念得好别人 我们都看到别人的问题 然后就因为 着了这个像 自己的情绪就在起伏 可是我们却没有看自己的信念 我们带着情绪的言语 去提醒别人的问题 你说他能接受吗 他首先已经感觉到你的情绪 你讲的话再对 他听不下去了 这很微妙 这个我也有经验 我只是抬高 没有八度 三四度而已 后面讲了很多道理 结果学生只记得 我好像生气了 至于我讲什么 一句也不记得 因为人感觉到情绪的时候 他的头会开始发懵 然后他就想生气了 生气了 生气了 那后面讲什么 不记得 所以古人 这个格言别录 里面有说 言语要调剂人情 发明事理 你要讲为他好的话 这是发明事理 你首先要调剂人情 就是让他觉得 你是为他好 你首先让他觉得情绪来 他怎么会觉得你为他好 所以 要劝人要先美其长 先肯定他的长处 他的复苏 盖其心喜 他听了 你肯定他了 用我们台湾的话 跟我同一国的 跟我感觉 他觉得 你跟他站在一起 然后才是发明事理 你要提醒他的话 再讲 他觉得你是为他好 他就容易接受了 我们的真心 才能调动对方的真心 这叫感应 能感受我们的心 所感是境界 的反应 假如我们是带情绪的 那是忘心 忘心能不能调动他的真心 就不容易了 所以无量寿经不能白读 要在一切境界当中练清净 练平等 德育故事里面 有正年税理 正年加一千人 明太祖给他考试 你们一千人 我发两个离子 看你怎么分 他有方法 拿了两个大水缸 装满水 一边 放一个水梨 把水梨击碎了 那个汁就流到水缸里面去了 每个人喝一碗 我最近体会 可能他的孩子 在那一千人当中 还在最后面 喝喝喝 喝到最后 最后几碗没了 他孩子没喝 他不会让他的孩子喝第一碗 你们赞同我的推论吗 你看这个就是人心 一千个人 那关系有得很远 可是他的孩子 每天跟他见面 这关系就在了 那么轻 你在人前 你还是特别 都把你孩子摆在第一位 人心就受伤 不平 所以捉帮到校长 坐着好 抗战时级 物资缺乏 救援物资来了 但学生先分 分的有剩的 自己的孩子再分 所以这个是提到平整心 所以这个经教 就要用在我们的心地上 经教就要用在我们处理 当前的事情上 刚刚问了大家 昨天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我们有没有一种感觉 事情来了 不知道 要用哪一句来处理 这个 书到用时方恨少 每天听经听经 突然这个境界来了 不知道这个时候 该照哪个经教去做了 这个时候掌握刚领就很重要 你比方说老儿上说 心有根本 行有根本 这个就是刚领 心的根本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确 慈悲 这五个刚领不难计 那会不会处理事了 好 我现在应对这个境界 我有没有跟五心相应 把心调好了 言行 言语是心之声 心调好了 言语不可能偏到哪里去 行为也不可能偏到哪里去 心行 一如 心跟行为 当然这个行为也包含言语 言语也是行为 所以身口意 包含我们一切行为 最重要的是意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的意念 好 那 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境缘 我调好 我的心没有跟五心相应 我赶快调整 所以不难 处理事情 首先把心调好了 有点看他不顺眼了 赶快真诚 自私心起来了 慈悲 念念为人想 你这条了 有点参念起来了 染拙了 阿弥陀佛 深深唤醒自己 不能染污了 有高下见了 有偏心了 赶快平等了 情绪上来的 要理智 要觉悟 不要感情用事 不能基于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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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管用啊 重点是我们肯不肯用它 你说有点不顺手啊 太正常了 哪有一用就顺手啊 实而勉强 一开始都有点要刻意去提起来 所以修学就是一个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的过程 本来自私心比较熟啊 慢慢练练练练的 陌生了 本来练练为他人想的心比较陌生 练久了就很自然 佛号也是这样 本来很陌生了 妄想纷飞比较俗啊 慢慢练过来 佛号越来越多了 妄念越来越少 这都是有过程 最重要的 不要急于求成 欲求一心 心越乱 我要赶快一心不乱 保证你 念不到一心不乱 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只要字句分明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我们只要不念佛啊 要不就想着 担忧未来的事 要不就在回忆 懊悔过去的事 脑子就一直转这个了 都是妄想 都是轮回心 找轮回业啊 我们警觉性要高了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你一会儿 虚语是很短的时间 不念佛了 就念六道轮回来 结六道轮回业 的触手了 所以体会到了 就提醒自己 要好好念佛了 那真的佛号要念得住啊 也要有配套的方法 我们明白道理了 念佛重要了 事项上都要有配套 不然理还是理啊 事还是事 夏琳老说的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这个 诸位忍者 你们现在手上有没有 佛珠 还是练佛器 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边听边 边按边听我 讲课 你边听我讲课边按 听得不受影响 可以 假如按着按着 课也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还是专心听 讲课比较好 为什么 念佛 叫深深唤醒之体 你在听课的时候 也是真心去听 专注去听 都是要恢复真心 为什么说 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 念佛的时候用真心 你也不能口令 你一头心散乱 那就不是用真心念 我们做哪件事 真心为别人好 我们听课的时候 也很真心的 随着李秉兰老师的教诲 随稳入观 我们就有受用 儒家有一句话很重要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 道就是真心 不能离开 所以都要讲求 世上配套做法 才能把这么好的道理 落实到我们 当前 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们听了好多道理 但是好像都落实不了 那个就要有自己配套的做法 你真的 诸不离手了 而且念了三年了 那你佛号就很容易提起来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 修行要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像余静义功 我们刚过完小年是吧 有没有想到赵王爷 这么重要的日子 不能把他老人家忘了 这赵王爷 慈悲 互念余静义功 其实就是在互念我们每个人 我们可不能着相了 那是讲给余静义功的 跟我没关系 学东西就太着相了 要拉回来 这一部书 彰显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们修行人很容易 习气使然 浑然不知 自己有毛病不知道 他47岁了 穷困潦倒了 还写书文 上天太不公平了 还在 给老天抱怨 他满身过失都不知道 浑然不知了 结果就自己骗自己了 这志气一关打不破了 赵王爷来帮助他 把志气打破 点他的问题 义恶太重念头 专悟虚明 做什么事都不是纯粹的 立他的心 都是夹杂名利 以前有一个 大家都觉得他是善人 结果后来 他去世了 到了阴间 遇到很多他帮助过的人 恩公啊 你怎么来这里啊 他自己也有点不服气 怎么这么短命就来报道了 这个阎王啊 就是来把他的善恶记录本 主有忍者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本啊 现在随时都在做记录 起个念头 他也记录我 这个了凡事讯呢 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魏忠达 他有应运到了阴间巨来 结果记载他的恶路啊 迎庭 整个庭院都快摆满了 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了 他问了 我都还没40岁啊 怎么会这么多恶啊 这个阴间惯例一回答 点出来 一念不正 代表他呢 言行上的过失很少 主要是什么 念头 一念不正即是 不代犯言 你言行还没犯 但念头已经 记录了 所以主家特别强调 克念做生 要克制住妄念邪念 功夫就在这里 克己不理 所以得非礼勿示 因为你看不好的东西 这些念头就相去 不好的不要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这些功夫啊 也都有一个过程 我们 警觉性越来越高了 念头一不对 赶快阿弥陀佛 李炳南老师还 有一个指导做法 发现自己的念头不对了 就念实生佛 哇 那这样 忘念哪有佛号做 是吧 所以这个都很好的方法 那这个 读书人到阴间去 不是很福气 炎火王把布子一拿出来 他虽有行善 每一件善事底下 都有一个批注 为了明 为了利 他行善不纯 这个善的力量 就打折扣了 结果他一看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于清义工 也是这个问题 这个赵王也点出了 你做的哪件善是真心的 你看你有哪一次放生是你着急的 没有啊 都是人家 在放了你才跟着去 而且你们家 还有螃蟹绑着 你还在那杀 你根本不是沉心 放生了 有慈悲心了 包含习智子 你都是看到旁边有人了 你去捡起来 旁边的人说 哎呀 善人了 善人 你就很舒服了 结果你自己在家里 你还带着这些学生 私俗的学生 你还拿着这些纸去贴窗 你根本没有爱习智子 赵王也跟他 无谁欺 欺天夫 你要欺骗谁 你能欺骗上天吗 说 这个 因为他们文昌帝君的规条里面 有这几条 还有戒舍 他说 你能像那鲁男子一样吗 像柳虾会坐牌不乱吗 你每一次看到美女的时候 心就已经起伏很大了 你只是没有那个缘而已 不然你可能就出事了 没有关照自己 那起伏这么大了 怎么还敢 写书文 说自己 也是借舍吧 所以提醒他 不能专物虚名 而且不能满子愿有 写的这个书文 都是抱怨的气息 独逞上帝 这个对上帝不恭敬 所以我们修学之人 不能有怨气 我们上个礼拜 有没有埋怨什么人事 我们再总结总结 念头边在哪 深信因果很重要 深信因果不怨天不由人 因果是一体良药 真治病 真治烦恼 我相信我们接触圣教的人 没有一个人说他不相信因果 可是遇到事的时候 又有几个人信因果 没事的时候都 哎呀对啊 因果太正确了 真正遇到事了 又生气了 深信因果的人 遇到人家欺负你 无债一身轻 还了 他骂完我了 还了 对啊 所以这个 道理不是嘴上讲的 要在境界当中检查检查 自己是不是真正深信因果了 真正深信因果了 好 那这个我们 刚刚跟大家讲 在境界当中啊 这些教诲要能提起来 那我们能掌握刚灵啊 就比较容易提得起来 所以刚刚跟大家举例子了 真心呢 最后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词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确 自卑 我们随时可以关照 行为呢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时运 比方说我们要带领家庭 治理团体 这个处事修 这个 待人依六合 六合静啊 我们今天处理家里的事了 就知道 首先要什么 建合同结 要依古正先贤的这些教诲 来建立共识啊 你就很有努力的方向了 那对方不跟我合了 我又生烦恼了 老话上说 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 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 放下那个要求的念 中述之道 严以律己 要求自己 宽宜在人 孔子也慈悲啊 老人家教了这么多道理 他讲了一句 无道一以贯之 那这是不是纲领 真止体悟了 夫子之道 忠述而已 这两个字很好用 你现在看到哪个人呢 哪件事呢 你心有不平 有起伏 有情绪呢 只要用这两个字来观照自己啊 我够不够言语利己 我够不够宽以待来 这个情绪就下来 这个情绪就下来了 忠述围到不远 忠述跟真心是相应的 你只要依这两个字一调整呢 这个 旺心呢 偏在哪 你就感觉到了 就懂得把它调回来 所以这个是老和尚的慈悲哦 五心五行 我们就掌握纲领 那孔子也是把纲领提出来了 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兴 伴爱众而亲人 行有一利 则以学问 我们现在面对任何事啊 从这七个角度去观照 应该就知道自己 要怎么做啊 好 有没有哪一个忍者 你现在在解决一个问题 你可以写上来 我们用地址规这一句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比较有临场感 不然大家一听 真的吗 真的吗 你没问题 不要想问题 真的有了 那我们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解决解决 大家不用紧张 有着在想就好 我们先继续交流 我们上一次讲到入则孝 那是十三页 好 我们复习一下 不知道诸位忍者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十四天以前 我们十四天以前 举了罗先生 谈到孝子是亲 不死无亲 不死父母亲 有冷淡心 觉得被冷淡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以 假如不记得了 那还是我的错 我还没讲二十一遍 学东西 不是学很多 你学很多到时候 你一个都用不出来 不要贪多 偶尔大师提醒我们 末法时期学习 容易出三种情况 第一 好多不好精 学很多 精深不了 学东西不专精 不深入 这个 逐末不求本 我们仔续去看看 你现在面对一个问题 你会思考它根本在哪 还是只是在向上 要去解决它 你是根本解 还是症状解 你今天眼睛痛了 怎么办 有没有思考 肝开窍于目 对啊 看事情要深入 最近 有个同仁 跟我叙述了一件事 就说 有一个同事 因为一件事 跟他做法不一样 他说这个 比方说印几份就好了 然后他说 他说印几份就好 对方想多印一点 跟他意见不同 后来 就不再来了 我说啊 他不是因为 这一件事不再来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发动对日抗战 是因为炉钩桥造成的吗 它只是什么 保火线 那日本已经太多 恶劣的行为了 到什么 忍无可忍 可是我们看事情 有时候就看到那个 导火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 比方说 家里人 另一半 突然因为一个小事 给你摔杯子了 你还有点回不过神来 就这么一点小事 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 那叫导火线 可能他 已经被你冷断很久了 我还是 很多事情 激激激激 激到实在 所以 这只能说 自己麻木不忍 对方已经 这生闷气 生这么久了 自己都没有感觉 都没有体恤到 对方的心情 所以看事情 要入目三分 不能看得太表面 应该敏锐什么 看对方 表情 脸色不太一样了 要主动去关心了 你看我们当父母的 陪伴孩子成长 挺敏锐的吧 看孩子今天放学回家 眼神有点不一样 赶快去关心一下 诸位当妈妈的 有没有这个经验 那你们要平等对待 对孩子这么细心 对丈夫也要这么细心 我一望过去 都是太太多 当然也有先生 对太太 这么平等心 这么细心才对 包含你对自己的父母都一样 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自己反思到了 自己跟爸爸亲 跟妈妈亲 跟爸爸比较没那么亲 有一天 他给他爸爸打电话 问他爸爸 父亲啊 你是不是觉得 我跟母亲比较亲 我让你感觉跟你比较不亲 他爸爸听完了 停了好几秒钟 后来点点钟 不可使无情有冷淡心 你不能对妈妈很热情 对爸爸很冷淡 我跟我爸聊不到几句 理由还很多 人的真心到位了 自然就做得出来 我们上一次讲 不要让父母感受到有被冷淡 不可使无情有烦恼心 因为我身烦恼 不可使无情有经步心 我们再复习一下 你做什么事都没有跟父母商量 突然这么一来 把父母都给吓着了 这个都没有设身处地 不可以使无情有愁闷心 因为我们忧愁烦闷 假如我们是学大臣的 那这个就 他也说不过去了 大臣佛法要慈悲众生 要安众身心 我们现在连父母的心都安不了 怎么安众生 不爱其境和爱他人 为之被得 所以大臣佛法要建立在 儒家跟道家的基础 要从孝涕做起来 不可以使无情有难言心 要跟我们说什么 欲言又止 话上来的 堵在这里又压下去 跟我们讲话压力很大 怕我们不高兴 怕我们耍性子 那不是给父母很大的压力 应该让父母要跟我们讲话 没有丝毫负担 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讲 不可以使无情有愧恨心 比方我们人生过程 可能父母给了我们什么建议 后来可能这个建议这个决定了 后面发展不是很理想 那毕竟是父母还是很用心在替我们考虑 结果不是很好啊 我们当子女的你看当时候就是听了你的话才这样的啦 那这个话就好像一把刀刺在父母的心上了 父母他会很遗憾 惭愧甚至会恨自己啊 那这样的情绪啊 对身体损害非常大 要能体会到父母还是尽力为我们想说实在的 人生的际遇啊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事 你人生的这些情境啊 结果啊 你不能推给父母啊 推给其他的人 所以这个因果要深信了 我们不会去怨他人了 人世间的没有坏事啊 祸福相宜啊 今天世界能看不如意的事 你遇到了 你用平常心去对待他 你用反省的心来对待他 那祸就慢慢转成祸了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父母 父母建议造成后面这个发展 你完全没有去责怪父母 这都是你的心地啊 在积你的福报啦 让父母能完全释怀 其实命由我做福自己求 是真的 好 这个是上一次谈到的部分 好 这个有 同道发来的问题 民间的造神呢 与佛教的 奸哉菩萨 是各所指吗 还是其他的表法 抱歉了 我才疏学潜 这个奸哉菩萨 我也不是很懂 我这个出家之后啊 没有在丛林道场里面 一出家就到了英国爱学院 我在找个时间啊 到丛林里面去研究研究 有研究了 我在跟你报告 这个没有研究 不敢给你乱回答 这个论语教导我们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当然在道家 这个造神 他是监察一个家庭 那当然 都有他的职责所在 那佛门是很重视表法 你看委陀菩萨 他就是总护法 那这个应该那个 佛门 这个奸哉菩萨 应该有他的执掌 或者他的表法 好 这个到厨房去 要用供佛的心去煮饭 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就很大了 好 有一位忍者发来了 今早陪儿子去练三车 他本不愿起床 说明天再学 后来还是去了 但他不甘心 故意搞破坏 在街上骑车 自己一路担心出事 回来反观 不能丝毫要求别人 那你已经找到问题了 这个叫犯爱重啊 江家人先问己 是吧 你不喜欢人家勉强你 那就不要去勉强别人 以不欲以己数以来 好 这个我们只是一条 来回应回应 假如继续写上来 我看这一节课 变成回答问题 好 这个 我们调整一下 我们下一次上课 看看哪一位忍者 我这两个礼拜 遇到啥事 我用地指规 这一段 路则孝 出则涕 井 心方爱咒而惊人 行为有余力则以求人 解决了 献身说法 但是时间不要超过五分钟 我刚刚念的时候 我就有感触了 我以前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怎么解决问题呢 亲人 有什么事情想不通 哎呀 别伤脑筋了 看脑上讲经 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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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有灵感啊 想通了 这个就是能清人 无限好 能解决问题 包含去清静阿弥陀佛 有事情想不通了 清静阿弥陀佛 你念佛 他的佛光就到了 念着念着 突然事就想通了 这可以解决 好 那我们再看出则涕 啊 出外求学啊 过做他事 则行替道 哎 从这些叙述 我们就感觉 啊 我们中华文明啊 他就是从一个家庭的伦理 延伸到整个社会去 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 他求学同学叫师兄弟 哎 在古代呢 他到哪一个行业 学一门技能 他也有师兄弟 你看 或做他事 就要行替道 啊 啊 皇叔 善有 善凶 为替 啊 行书说替 顺也 啊 啊 我们 善就是很好的 啊 啊 这个恭敬自己的兄长 啊 而且要懂得顺 啊 因为姐姐哥哥啊 啊 是 长辈了 啊 我们懂得顺从 啊 哪怕是劝自己的 父母 哥哥姐姐 啊 我们要懂得 我们在因缘上 他们是上 我们是下 要顺势而为 不能是用这种强势 武力的方式 那他们 会不舒服的 老阿尚常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们面对 这些 五轮的关系 要很清楚 啊 对上 要用感话 对下 是叫话 平背 是劝话 哎 这姻缘都不一样 没有定法 你要看姻缘 啊 人的真心 遇父母懂得笑 遇父母懂得笑 遇领导懂得钟 遇朋友懂得戏 都是自性 在不同的因缘当中 起作用 起作用 那 在家能笑 自能善事 兄长 因为 有孝心了 不愿愿让父母担忧 对 兄道有地道工啊 兄弟目笑在钟来 啊 敬顺兄长 以顺亲心 啊 让父母 哎 很欢喜 啊 我们有个同事 啊 他们兄弟三人 哎 他父母就很欣慰 跟他们说了 哦 说看到你们兄弟这么有爱啊 我们很放心 啊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 也不担心 父母长我们一辈 一般来讲 会找我们离开 而当看到自己的儿女都非常 有爱互助啊 这是他们最欣慰的事情 那假如兄弟姐妹不合啊 那可能 父母的心就实时要担忧了 甚至还担忧自己离开之后 会怎么样啊 哦 所以 是为之替了 啊 出外推辞世兄之道 以待年长于己者 啊 是为出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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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世讯当中有提到 尽重尊长 啊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啊 啊 举凡年高 年龄比我们大 位高 位子比我们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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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比我们高 见识比我们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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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高 位高 德高 士高 见识比我们高 啊 皆当家义奉事 啊 要恭敬对待 啊 这个都算出则涕啊 林哲学先生说了 不孝父母啊 奉神无益 啊 兄弟不和啊 交友无益 你的手足你都不和善了 你交那些朋友 我看也很难是真心的 可能都是有带目的性的 好 井而信 行为谨慎 言而有信 啊 足是 啊 啊 会 兼 引了 周易前 文言 啊 说 雍言之信 雍行之景 啊 他是引了 这一八个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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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前文言的 經文 來證明什麼呢 證明啊 信是属于言语 所以叫雍言之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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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行為 所以叫擁喜你之酒 這是以經 以這個《易經》的經文 來註解地詞規 來開解地詞規 讓人可以取信於人 這個《易經解經》 以前的這些 聖者人常用 讀書人常用 包含我們佛門 我們看皇令主老居士 註解無量受經 用了83種經論 以經註經 取信於人 不是我的意思 你看佛的意思 110種主師的註解 主師的意思 犯愛眾人是博愛眾人 與眾人交往 注重博愛 以養其平等 榮眾之德 平等心 能包容 大眾 事故 老無老 以及人之老 幼無幼 以及人之幼 出聖者 出聖體裡面 也說 視諸父如是父 視諸兇如是兇 那親人呢 擇仁者而親近之 當然親近仁者 對我們前面 五條 德行的肝目 都會有真上緣 來 就像 剛剛我們提到的 我們在面對事的時候 能不能提起經典的教育 那常常親人呢 那可能我們在遇到境界的時候就想 老和尚會怎麼做 老和尚是怎麼做的 就好像 老和尚知道我們 學佛 要學釋迦牟尼佛 學道要學老子 學魯要學孔子 那我們進一步思維了 那學佛學釋迦牟尼佛 請問我什麼時候會學 每一個當下 佛說了 食善夜道經 那我每一個當下一講話 不妄語不了舍 不屈語不餓口 一起念頭 不貪不撐不吃 這個生 不殺生 不腦害眾生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啊 就想到佛 這個叫回了 不腦害眾生 哇 這個心地就柔軟啊 我這個行為 會不會讓他起心動念呢 人不閒 物視角 人不安 物化老 你能很明銳的 去感受別人的狀態 包含現在要過年了 除夕夜也快到了 學佛要學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在除夕的時候 哇 那光是一個釋迦牟尼佛 光是孔子 你看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好多情境跟他們有沒有關係啊 關係很大 再加上 我們聽經的過程當中 也有聽到一些榜樣啊 比方說聽牟尼佛講經 海賢牟尼佛的風範 我們聽了不少吧 哇 你都把他放在心上了 你真的遇到每一個境界 可能他們的影像就浮起來了 有一個人 在罵你的時候 你就想到海賢牟尼佛 這個 他一吐沫 我就當幫我洗臉 打我兩個耳光啊 我當幫我燒癢啊 你看 你遇到事都是這些榜樣 所以我們 炎黃子孫很有福報啊 因為最近啊 在上這個 太上感應篇 這漢學院同學的課程 哇 那個會編裡面呢 收集了好多榜樣啊 看了特別感動 你看大家現在是冬天了 朝冰 冬天 都不修房子 怕修房子過程呢 有冬民的蟲啊 會死掉了 太冷了 你看 他對這些小生命 他都這麼 細微的體恤啊 你說他對人呢 啊 宋朝韓琪 這一代書將錄像 官員 這個韓琪啊 很有修養 他有一堆 一堆玉杯 人家硬要送他的 我得把這個前面提一下 不然 還買什麼玉杯 怕大家起心動念 人家硬要送他 他一看這個情境 盛情難缺 他就給人家買下來 花了一些錢 結果每一次呢 在招待客人呢 他就把這個玉杯拿出來 給人家欣賞 結果去的一個小官員 不小心走過去的時候 可能扯到那個桌布啊 兩個玉杯 啪啦 掉下來 當場摔碎了 大家感受一下 全場的氣氛呢 通通凝固住了 韓琪也看到了 接下來韓琪接了一句話 所有的東西啊 都有壞掉的一天 今天剛好是他們要壞的 時間到了 請問大家這個玉杯摔壞了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們慢慢去體會啊 這個世界沒有壞事啊 心用對了 沒有壞事 今天啊 沒有這個玉杯聽完 沒有這個玉杯摔壞 我們有這個故事可以聽嗎 我們有這個故事可以聽嗎 這位忍者 你上個月有沒有哪個東西壞掉了 當時你看到的時候是怎麼樣 這個東西今天剛好蓋壞了 還是氣死我也 這些榜樣很重要啊 所以這個青人很有好處啊 哇這個 哇那太戰感一篇裡面 這個韓琪的故事啊 好多啊 那妳看下來真的是為之動容啊 太佩服了 其中還有一個 那韓琪在寫東西啊 那晚上旁邊有個士兵啊幫他掌燈呢 結果這個 士兵呢 可能有點分神了 沒有注意了 那個火啊 把他的這個病啊燒著了 韓琪呢 手拿起來就把這個火給鋪掉了 繼續寫東西 沒生氣繼續寫東西 寫了一會兒啊 抬走一看 士兵換人了 然後他就 趕快 把剛剛那個給我叫回來 不然那個可能就要被打了 被處罰了 他說他已經知道怎麼不燒到 我的方法了 把他叫 好 那請問大家被燒到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相信啊 這個故事會傳遍整個軍營啊 你看這士兵一想 哎呀有這樣的元帥可以跟隨 痛啊 是嗎 那整個士兵就上來了 好 所以我們遇到境界 有聖賢佛菩薩的教會 還有他們的風範 我們我們是多幸運的人 我們手上有好多寶啊 我們手上有好多寶啊 那犯愛重 無選擇了 此從仁者學習 顧需選擇 因為 同事人累不起啊 流淑重 隨波逐流的人不少 仁者惜 所以要判斷 仁者去清靜 啊 尤其啊 成年之後啊 不在父母身邊呢 朋友對自己的影響是很大的 生我者父母啊 成我者朋友 親父善友 如霧露中行人 就好像在霧裡面行走啊 衣服沒有馬上濕掉 但是那個霧氣隨時在滋嫩 時時有嫩 好 那行有余力 兩句 行是實行 孝替等 武士 前面這五個德行 行此武士之外 即是余力 所以弟子求學啊 當先以此武士為本 好 剛剛跟大家提到 現在學習 余力大師提醒 不能好多不好精 學了一大堆 結果前面五四 都沒下功夫 那這個就沒有德行的根基了 學的再多啊 德行上不去了 要 要 不能逐末不求本 這五四就是本 得者本也 要下這些功夫 而且不能 求解不求正 但是 只求聽經啊 理解經 經教啊 沒有去立行 沒有去正入那個境界 那解行就不相應了 哦 這個 地止規提醒了 不立行 但學文呢 會長浮華 成何人 哦 所以像 我們今天 哪怕 都有著作了 啊 是 學校的教授了 可是你的太太 不一定服氣你啊 都可以著作四書五經了 為什麼太太不服啊 那就是我們 只是解了很多這些經教啊 但是沒有去行 有去行啊 那另一半跟家裡人離我們最近 一定首先感受到我們的得風啊 怎麼會對我們不服氣呢 我們看古代 讀書人的太太 對自己的丈夫 都是 非常敬佩 從雙鋼千錶 歐陽修先生寫 他對著歐陽修 他父親去世的早了 你看他的太太 跟歐陽修 他的母親 都跟他談了哪些父親的事啊 談他父親非常孝順 你看我們現在太太 都跟孩子怎麼說父親啊 當然不能說不好的啊 這是家庭的大忌啊 你會毀了孩子的健康啊 心靈健康啊 父母是他最崇敬的人啊 你在他面前講他的父親不好 或者母親不好 對他來講是很痛的啊 不能意氣用事啊 所以現在 有人研究 憂鬱症的人 很高的比例 家庭裡面呢 父母不和 就造成在心裡 很多的負能量 陰影 有果必有因啊 所以為什麼古人那麼重視 結婚這件事 這攸關社會的安定啊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整個家庭能不能兴旺 夫妻是關鍵的 男女有別 而後夫婦有義啊 夫婦有義 而後父子有親啊 這個兒後就是先後關係 父子有親 而後君臣有政啊 所以今天 公務員的問題 各行各業的君臣問題 拉回來是什麼 父子啊 忠誠出於孝子正門 但是父子有親 再拉回來是什麼 夫婦有義啊 所以為什麼結婚那麼慎重啊 最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那我們看 古代讀書的人都做照讓 太長很佩服 這個 欧阳兄母親提到了 我家到你們家的時候啊 每次看你父親 看到 比較好一點的食物啊 就流眼淚了 我以為說啊 剛好 這個婆婆去世 沒多久 最後看到你 你父親是 終身都是這樣啊 是死者如是生啊 常常看你父親 在審案子 神神神有時候想盡一切辦法了 不能再為這一個人減刑了 你父親就常常看氣 啊 這是對犯罪的人都這麼慈悲啊 跟自己兒子講 自己丈夫都講這一些 好 所以 所以 讀書人讓另一半是很佩服 所以我們不能 這個還能寫著作了 都有教授的這個資歷了 那這樣就搞成老和上提醒了 不能搞學術的佛教 要解形相應 那這樣就在學術界 請菩薩到了 好 所以這個 說實在的你看這三條 偶依大師講這三條 跟這個余力學文相不相應啊 你不能浩多啊 你要精 要先 專精前面這五個德目 你不能 逐末不求本 本是德行吧 你不能跑道好喜歡學問喔 好喜歡才能喔 最後你得 有解又有行要正 但是 不能忽略的這些 扎根的德目 好 所以行此五四啊 非無余力學文 你還是有時間可以學文 但是事言呢 但是事言呢 學文呢 要先求其本 你讀這些文章 四書五經呢 其實說實在 也沒離開 孝替景性愛重啊 你要在這個本上下功夫 無本之文 無本之文 不可取啊 我們 那 沒有根本的這些學問呢 那不可取 學的東西 都是只是去寫寫詩詞 歌附寫寫文章而已 自己生修不了 家齊不了了 所以 顧文呢 心有餘力 則以學文 好 這個是啊 跟大家談到掌握綱領 第二個部分呢 是好學生的心境 我們翻到440頁 第一個 重要的心境呢 是信任老師 這個子曰回也 非助我則也 於無言無所不悅 從這一句裡面就提出來 體現出來 顏迴對 孔子的交召啊 完全信任 完全歡喜接受啊 老兒上 講到啊 傳人 沒有別的 聽話 那他一定是信任老師啊 所以他聽話 他不懷疑啊 我們看一下講要 顏迴 非有助益於孔子 他這個助益啊 應該是指啊 配合教學 因孔子說的話呢 顏迴無所不悅 完全接受 孔子之言呢 言指一聞即悟 一聽了就領悟了 所以 孔子曾說啊 孔子曾說啊 其他弟子啊 其他弟子啊 不能獲益 因而孔子的教化 不能補益他人 所以說 我也非助我則也 好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孔子所作的 反面文章 那 言外之意啊 言外之意啊 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信任老實 完全隨文入觀 表這個法 你看 佛佛祖 他也表這個法 你看佛還沒有講話 拿著一個蓮花 他就笑了 蓮花微笑 所以每个人表法不一样 但是你看言回那种表法 我们刚好用另外一句 来感受一下 第六十页 无语回言终日 不为如语 退而醒其失 义足以发 回也不语 这个是孔子与言回谈话 谈了一整天 言回不为 就是毫无阻碍 就一直吸收 孔子讲言回听 顺畅无碍 言回只在听 不问一句话 好像愚人 好 那后面讲了 退而醒其失 义足以发 回也不语 前面讲如语 实非真语 所以孔子又说 退出之后 我省察他师与二三地址言谈 听完之后 他跟其他的学生言谈 义足以发挥 义足以发挥所闻的义理 代表他都听明白了 那这里也点出来了 言回有没有听一听 只是自己乐而已 他听明白的东西 有机会 他也是供养给同学 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 孔子在做反面文章了吧 非助我则也 讲了一点反面文章 所以回也 其失不渝 好 那 这个 我们看这个真词 有一次孔子说 无道义以贯之 真词说 唯 结果孔子一走 其他的弟子不明白 然后就问真词什么意思 是吧 夫子知道 忠述而易 那真词是另外在配合孔子教学的 好 像这个阿难尊者 他就很会问问题 这个也是配合教学 不同的因缘 不同的配合 不同的表法 我们再看一句 三百页 孔子对学生说了 二三子 以我为隐夫 无无隐夫而 无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 是谋也 我们呢 这个 谈的是信任老师 这是学生的态度 这一段话是老师讲出来的话 那代表啊 老师感受到学生的心呢 才会讲这一段话了 那孔子是讲到了 二三子是教着学生的 你们觉得我有隐瞒你们什么吗 我没有隐瞒你们什么 等于是我所领悟的 我全部都讲了 我们在听老师讲经 有没有一种感觉 不管他老人家是讲半小时 还是讲两小时 你感受到那个心的时候 就是每一节课 就是河盘拖出 毫无保留 感受到老师这个心 那不可能有这个怀疑 就信任了 我们这个时代人 疑心蛮重的 我们假如对父母会有怀疑 我看要对老师不怀疑 或者对他人不怀疑 不容易了 我自己曾经遇到 跟着老和尚比我还久 他的妈妈 有一天刚好也很巧 他妈妈遇到我了 旁边也没人 可是他妈妈遇到我 又把我拉到更隐秘的地方 看看 可能也没有人会经过 再拉到那个角落里面去了 跟我问 老和尚有没有 特别教你什么 我当时我一听 印象深刻 你看 这个是孔子自己说 我没有隐瞒什么 你看轮语还有另外一句 陈刚有一天遇到孔子的儿子 把他找过来 你爸爸有没有特别教你什么 你看这个都对老师怀疑 所以我们才提这个第二点 这个好学生的心境 第一个点是信任老师的 第二呢 这个心境是以师字为己字 这463页 指位于框 颜子后 这个孔子刚好 这个位是可作被围困 那个在直喊篇也有提到 直喊篇是 被围困的时候 指路说 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说 君子固穷 小人穷是烂 这个君子不可能 人生没有遇到挑战 就像孟子说的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而且还举了好多历史 这些风范 出来 所以诸位忍者 你假如现在遇到的问题 挑战很大 你要对自己幽默一下 老天也很瞧得起我 是吧 你什么挑战都没有 那就想福报而已 想福报越想会越愚痴狗 想吃福 修行人不想福的 有福 给大众想 好 那孔子在匡啊 被匡人围困 后衰脱险了 却与弟子失散了 那孔子就一直在 等着学生来集合啊 约好的地方 约落在后面 就最后一个才赶上来 我们感受一下孔子的心情 一直看学生一个一个回来 严徽没有回来 最后终于回来了 孔子一见便说 我以为你死了 严徽说 老是在 弟子何敢死啊 孔子知道啊 严子不会死 无以辱为实以啊 是一时啊 看到了 太欢喜了 反义时了 人太高兴了 那个 那个言语啊 有时候会反义啊 严子说啊 旨在 其实也是知道 孔子不会死 人以身认天下后世者 天不能绝 孔子知道他有天命了 天之位上 斯文也 废人 废人 其辱于何 所以说 回何敢死 所以这个是 师身心心心相应 知道对方都不会死 也都各自知道自己的使命 严恩回之道啊 他是要配合孔子把道宠传下来的 所以孔颜师跟弟子相知之身 由此可以想见 我们学习完这一句经文 那我们要拉回自己的身上 那我们依止老和尚 老和尚是我们的亲教师 是我们的和尚 那我们要以他老人家的自来 为自己的自来 或者我们现在依哪一位善知识 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出家在家的好老师 都在行教化 那我们学习啊 学贵立志啊 有这种自来 就是一种学习的动力了 众生无边是远度 而我们跟随的善知识 他有智慧洞察 众生的苦难在哪 根本要从哪里救起 或者下手处在哪 这个社会这么乱 甚至世界这么动荡 要怎么拉回安定的路 然后让开出很多药方 法药 四种关系除好 可以世界可以回到安定 那我们听了这四种关系 不能脑海里都是谁谁谁才行做 拉回来自己当下每一句都能做 我们亲戏 我们亲戚朋友有没有不同宗教 那要开始做起后 宗教 互相 宗教 团结起来 而且互相尊重 尤其要带动不同宗教 回归教育 因为宗教不回归到经典的教育 一定会让人觉得迷信 我们看现在读书都学科学 你只有一事也不知道教什么 那无形当中就会让现在受这种科学教育的人觉得是迷信 可是你有讲解经典 这些教育刚好是解决现代问题 才会真正尊重宗教 进而去学习 回归教育 宗教还互相学习 这个带动就很好 若要佛法心 会有身战身 这一句再延伸开来 那从世界的角度 若要正法心 会有宗教之间互相赞叹 不是互相毁谤 现在更严重了 宗教之间战争了 那是更严重了 所以你看老婆让这些法药 刻不容缓 我们在自己的地方 社区 地区 地区 假如能够落实这些理念 给社会做样板 非常好 有这个机缘好好做 从自己 从我心做起 从我社区做起 人之初信本善 真的有看到榜样 大家的善根就起来 我是曾经看到 当说是澳洲竹文巴 各个宗教 在巴黎 老婆上的住宿 他们去见老婆上 刚好在旁边 听他们讲话 不同宗教之间的言语 很亲 那个印象很深 我们看了都会感动 我相信这个呈现 给世人看 世人也会触动 图文巴 做了十几年 当今是舍我其谁 我们有姻缘的话 也要好好做 像这个多伦多 光是华人 是不是有差不多八十万 我的数字不知道 准不准确 而且还继续增加 那很好 这么多华人 在这里 把老祖宗的理念 天下为公 人不读千奇经 不读子几子 包含老儿上这些 宗教团结的理念 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落实 去带头 我们也尽了我们的心 这个正法复兴之路 那要三到五代人 这个提不来 欲数则不达 不能急 你一急心 就夹杂着烦恼 事要做原本不容易 所以要把事做好 要先把心复好了 急不来 我们尽心 我们这个棒 再交给下一代 下一代想着 我的父母老师 鞠躬尽碎 这个就是他的动力 他的榜样 好 今天 时间有点超过了 不是有点 快超过半小时 好 最后 今天讲的内容 今天讲的内容 有没有不了解的 可以提出来 好 假如没有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 好 那最后 恭祝大家 新春吉祥 合家平安 福慧增长 光束无量 我讲到这里 就想到 我们刚刚说 这个清人 佛菩萨圣贤 是榜样 佛 在迎接新的一年 他的态度就是 我去年 有没有造成谁 生烦恼痛苦了呢 我无救于 有没有无救于他人 救就是过失了 佛也在表演给我们看 反省 我身口意 有没有造业呢 所以佛是抓住这个 迎接新的一年 给我们机会教育 所以我们过年 也不能忘了 佛陀的表演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